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那如果在座我们有我们所爱的家人朋友们 你还没有信耶稣的 可是你很认真的想要尝试认识我们的信仰 那今天的信息很重要 当然对我们做神的儿女 对基督来说 今天的信息如果你期待重新设定你的信仰的根基 那今天的信息也很重要 那我们一起来学习 从这件事情我跟各位分享了 你发现这件事情曾经发生过 而且继续不断发生在我们当中 而且可以证明我们的主是一位复活的真神 好 那是什么事情呢 我要从头开始讲 当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 他有一个门徒叫做马太 马太是一个税吏 本来是一个税吏 那他写在福音书上告诉我们 今天我跟各位分享了这段经文这个故事 他提到说有一天 主就带他的门徒 12个门徒 他们来到耶路撒冷 大概北方150英里一个城叫做 该撒利亚菲利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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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今天已经是个废墟了 当然他是一个观光的圣地 可是你去那边没有什么好看 都是石头而已 可是那在耶稣基督那个时代 这个城是非常非常繁华的一个城市 其实当我们的祖在青少年时代 大概在他14 15岁的时候 你知道这个城市才被正式改名 叫做该撒利亚菲利比 为什么改名 因为在那一年 罗马的皇帝该撒亚古士都 该亚古士都很有名 只是圣经上我们翻译 你看圣经上 圣经上说该撒奥古士都就是他 如果你读历史 你知道这个皇帝就是乌大维 很有名 对不对 乌大维 那一年乌大维死了 该撒亚古士都皇帝死了 犹太的分封的王叫做西律菲利 他就为了派罗马人的马屁 就把这个城市改为 改这个名字改为叫该撒利亚菲利比 意思就是罗马皇帝之城 为了纪念这个皇帝 所以那一天耶稣和他的门徒 就来到这个城市 那也许了 我在猜了 可能他们就有点谈到这个城市 这个城市为什么被改名的原因 你知道该撒亚古士都其实蛮有名 他是罗马帝国的第一个皇帝 罗马帝国本来是共和体制的 就是这个皇帝 他把它改成皇帝制 那有可能耶稣跟他的门徒 在讨论这个皇帝 因为该撒亚古士都是该撒尤利乌斯的儿子 该撒尤利乌斯也很有名 通常我们读历史或者听故事 叫凯撒大帝 有没有 就是这个人 就是该撒亚古士都他的父亲 那罗马人为了推崇该撒尤利乌斯 就把他神格化 就说他像一个神一样 那所以他的养子 这罗马人很重养子的 该撒亚古士都是他的养子 那既然该撒尤利乌斯是神的话 那该撒亚古士都就是神的儿子了 对不对 是不是有点复杂 没关系 所以当他们进入城市的时候 那主跟他的门徒就有可能在谈论这个事情 对不对 这个时候主就问了他的门徒 一个非常有名的问题 就你们知道 我跟各位分享的时候 你要留意 我希望贵子圣灵比较熟一点 因为有的时候 我讲的是我自己的版本 圣灵上没有写 但是我讲的不会偏离真理 你放心 所以那天可能主就跟他的门徒说 我们在谈论这个城市 我们谈这个亚概塞的格士都 大家都说他是神的儿子 那你们觉得人们说我是谁 主就问他的门徒说 人家说我是谁 所以这些门徒他们就在那边 切切施语就说 有人说你是施洗约翰 有人说你是先知耶利米 有人说你是先知伊利亚 先知其中一位 那主就问他们说 那你们说我是谁 耶稣就问他 那你们说我是谁 好 这时候那个渔夫彼得 就是最喜欢讲话那个 他的大门徒就脱口而出 我知道你是谁 我知道你是谁 你是弥赛亚 是永生神的儿子 彼得的意思是说 该撒亚古书是神的儿子 不过那是死的神 他爸爸死了 但是你是永活生神的儿子 你是弥赛亚 你是我们的救主 你是永远不会死的那一位 这个答案多好 对不对 说连主大概也很差异 说没错没错 讲得很好 讲得很好 你是有福的 彼得你虽然 虽然有点小聪明 可是还没有聪明到这种地步 一定是我的天父告诉给你的 是天父启示你的 好 所以天父启示彼得 说出神的心意 耶稣基督是弥赛亚 是世人的救主 对不对 然后主就说了下面一段非常惊人的话 第二个如果你在教会久 你应该听过 主都说了下面一段预言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预言 对基督来说 主说了什么 主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盘石上 那天主就告诉他们说 我告诉你 我还要告诉你 彼得 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个盘石上 阴间的权柄不能升过它 第二你们知道 这个盘石 很多年来 一直是天主教徒跟基督教徒 中间有争执的一个问题 那基本上广义来说 天主教也是基督徒 广义的基督教来讲 包括天主教徒 跟东正教 还有基督徒 对不对 那天主教徒认为 这个盘石一定是指彼得 因为是彼得回答 彼得回答这么好 对不对 而且彼得这个名字 原来意思就是盘石的意思 所以他们觉得 这个盘石 主说这个教会建造在盘石上 盘石一定讲彼得 所以教皇 天主教第一任教皇就是彼得 那当然基督徒 我们当然不承认 怎么会是彼得呢 彼得是三次否认主的那一个 那这个盘石 当然是讲了主自己说的 他才是万国的盘石 是弥赛亚 是我们的救主 所以那么多年来 一直在争执这个问题 可是重点不是这个 第二点 我们今天看主讲这话 重点其实我跟各位分享的 这个预言之所以重要 因为主做了一个 一个大胆的宣告 说我要把我的教会 建造在这个盘石上 我要把我的教会 建造在这个盘石上 你知道当时主所说的话 他们所说的话 通常对话讲话 是讲 基本上是讲亚兰话 也不是讲西伯兰话 讲亚兰话 但是新约圣经 后来他们写 马太写是用希腊文写的 所以马太坐下来写 马太福音的时候 他告诉我们这段话的时候 弟兄弟们你知道 当他写到 耶稣说我要把我的教会 建造在盘石上的时候 马太写到这个地方 他用教会 他写了教会的时候 他用了一个字 用了一个希腊字 这个字叫做 发音基本上应该叫做 Egliseia 马太就用了这个字来说 教会 教会 好 那Egliseia是什么意思呢 不好意思 今天我用几个英文字来讲 各位可能比较容易明白 那 下一张看 英文有几个英文字 可以说到这个Egliseia是什么意思 第一个就是Gathering Gathering 看得见吗 Gathering Gathering就是 就是一个聚会 一个聚集 很多人聚集在一起 如果我们读英文 我们知道这个字的意思 另外一个字 很类似叫做Assembly 它也是一样 聚会 聚集 群众的聚集 几个人聚在一起 后面一个字叫做Congregation 就是一个群众 群众大会 很多人聚集在一起 好 所以这三个字 比较像Egliseia的意思 所以我们知道 Egliseia的意思就是 一群人他们聚集在一起 聚集在一起的一群人 听我那一天 耶稣基督所讲的 他说 各位我要把我的教会 建造在这个盘上 他意思是告诉我们说 他要把他的百姓 他的群众 跟随他的人 要聚集在一起 我要建立他们 我要建造他们 听我去知道 在 在 离耶路撒冷 北方150英里的地方 那个 该撒利亚 菲律比 这个城市 那一天 耶稣对他的门徒说 各位 我要 召聚 建造 我的百姓 我要召聚 建造 我的跟随者 对他们来说 对那个 十二个门徒来讲 这个是有点困难 你知道那时候 其实 其实 罗马人 敌视他们 对不对 犹太人 也仇视他们 他们是 其实是一群 无家可归的人 他们到处躲 他们甚至不敢 在耶路撒冷 那这个时候 他们的夫子说 我要建造 我要召聚一群 我的百姓 我的子民 我就跟随着 他们觉得 他们觉得有可能吗 有可能吗 好 我拆开话题讲 丢你其实基本上 同时看来 这是一个 我自己觉得 是个悲剧性的 一个错误的翻译 随着时间的前进 马代福音 马可 路加 约翰福音 甚至后来 使徒保罗说起 的书信 就慢慢被 从希腊文 被翻译成 不同的语言 对不对 不幸的是 这个Ekklesia 这个字 没有被正确的翻译 后来很多 他们就把它翻译成 翻译成什么 翻译成 我们所熟悉 知道的 Church 教会 Church 对不对 其实Church 这个字 它是一个 德国字 是一个 古日耳曼的字 不晓得 为什么 他们翻译成Church 因为有可能 在当时 很多的基督徒 是德国人 是德国人 Church 这个字的意思 其实 它是一个房子 一个房屋 主人的房屋 或者上帝的房屋 它是一个建筑物 是一个场所 是群众聚集的场所 所以这是一个 错误的翻译 错误的翻译 Ekklesia 本来是指 神的群众 神的百姓 神的跟随者 后来被翻译成为 一个房子 一个建筑 一个场所 第二个其实 耶稣 祂没有预言 一个场所 耶稣没有预言 祂要建造一个场所 祂要召聚一个场所 一个建筑 祂乃是召聚 一群百姓 一群人 一群跟随祂的人 所以有这么大差别吗 是有 真的有大差别 你知道在那个时候 在十五十六世纪的时候 那时候教会 所指的教会就是 我们现在说的 罗马天主教 对不对 那时候的 罗马天主教 他们掌控了一切 基督教的资源 他们掌控了建筑 很多高大的 教堂建筑 他们掌控了 掌控了钱 掌控了权力 掌控了职位 位置 他们甚至掌控了圣经 就少数人 可以看圣经 那时候圣经是 基本上是 拉丁文的 一般老板心 根本看不懂 拉丁文圣经 只有少数人 可以看圣经的 只有某些特定的人 少数的人 可以看懂圣经 所以他们掌控了一切 掌控了一切 那时候有一个 非常有名的 英国天主教的教室 叫做 约廉丁道尔 丁道尔 他是一个 敬前的神的儿子 那是一个 基督徒的学者 一个改教的先驱 那他觉得 很多 在那个欧洲的世界 很多人 很多人念英文的 对不对 他们没有圣经 所以他就决定 把圣经从希腊文 翻译成英文 那时候还没有英文圣经 好 当丁道尔在翻译圣经的时候 他翻到 今天我跟各位分享 这段经文 主说我要把我的教会 建造在磐石上 他发现 那个教会原来 不是指一个建筑 那个教会 原来是指一群人 指一群人 所以他明白 神的心意 所以当丁道尔 翻译第一个英文 第一版英文圣经的时候 他就把这个教会 翻译成一群人 因为他明白 耶稣 他不是要建造一个房子 一个建筑 他那时候建造一群人 当然这一群人 需要在一个建筑里聚会 像我们今天一样 那没有问题 对不对 但是 但是当他这样做的时候 得罪了当权者 罗马的教廷 罗马教廷 为什么 因为他们掌管了一切 那他怎么可以这样子呢 翻译成英文圣经 很多人可以看圣经 那是不可以的 所以在1536年10月6号那一天 丁道尔就被 天主教的罗马教廷 判处于死刑 他们把他绞死以后 吊死以后 用火焚烧他的身体 原因就是 他的翻译是对的 他的翻译是对的 当耶稣跟他的门徒 说完这对预言之后 说完我要把我的百姓 建造在这盘子上之后 主就 如果我们看成定 我们知道 主就往耶路撒冷去 对不对 那他的门徒 当然就叫他不要去 不要去 因为很危险 知道那边有危险 可是主很坚持他要去 后面的故事都熟悉 在耶路撒冷 主就被逮捕 他就被 定在十架上 他就为我们死 当然 就像我上次前两个礼拜 我跟各位分享的 主就死了 对不对 那 主就在那个时候 如果我们问彼得 彼得你现在 你认为耶稣是谁 你还是 你还认为 他是弥赛亚神的儿子吗 彼得当然会是吗 不会啊 他不是啊 当然不是啊 为什么不是 因为他死了 神的儿子怎么会死呢 如果我们问彼得说 彼得你觉得 耶稣这个时候 还能够见到他的百姓吗 还能够见到一群 他的儿女吗 还会有 彼得会说什么 不会 不会有的 一切都结束 因为耶稣死了 但是这边也像 前两次我跟各位分享的 后来有个奇妙的改变 对不对 这些人他们虽然 因为看到耶稣被捕被杀 他们都跑掉 可后来他们又回来 为什么 因为他们回来 做见证的时候 我们看见 耶稣从死里复活了 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了 主复活以后 又再次召聚 他的儿女们 大概有多少人 我们不太平主 可是从圣经上看 大概差不多120个人 主召聚他们 然后主就说了一段话 弟兄姐妹是 接续他前面讲的 那种预言的 这句话 是跟那个预言连在一起 是非常有名的话 这是今天我跟各位分享的 主说有一天会有更多 他的百姓会聚集在一起 有一天会有更多神的儿女 会聚集在一起 主说了什么 主说什么 马来福音28章18节 耶稣那天召聚 他的百姓 他的门徒 耶稣对他们说 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 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 都赐给我了 主对他的门徒说 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 都赐给我了 弟兄姐妹如果你觉得 那天主站在 一个小山丘上 面对120个人 他说天上地下 所有的权柄 都赐给我了 这个人 如果不是太傲慢的话 讲这种话 要不然他就是怎么样 他就是个疯子 是不是 如果他不是傲慢 他也不是疯子 那他是什么 他说的就是实话 就那天在下面听的 他的门徒们 他们都没有任何人 觉得他所说的话 是过分的 为什么 因为他们亲眼看见这个人 这个人曾经预言说 他有天会死会复活 而真的在他自己所说 他死了 他又复活了 这人都亲眼看见 如果是我们亲眼看见 我们也会相信 他说的是真的 对不对 他们完全相信 他所说的话是真实的 耶稣说天上地下 所有的权柄 都赐给我了 所有的权柄 都赐给我了 天上地下 所有的权柄 都赐给我了 所有会 我可以去做 我要做的任何的事情 那天主下了一个命令 天上地下 所有的权柄 都赐给我了 所以你们要去 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天上地下 所有的权柄 都赐给我了 所以你们要去 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对那一百二十个人 讲说 这个太难了 对不对 他们还没有完全 清醒过来 是 是 是 怎么可能呢 怎么可能呢 这群人你知道 他们现在生命 仍然在危险当中 当权者 看他们是非法之徒 他们没有人脉 他们没有影响力 他们没有钱 他们没有组织 他们也没有军队 他们甚至没有圣经 但是主说 你们去使万民 做我的门徒 万民是什么意思 万民是世界上 每一个小落的 每一个人 主说你们 去使世界上 每一个小落 每一个民族 每一个种族 每一个人 都是他们 做我的门徒 然后主应许 他说 当你们去的时候 我就会与你们同在 我一定会与你们同在 一直到我再来 一直到世界的末了 主说你们去的时候 我这位拥有 所有全民的主 就会与你们同在 主说完 他就离开了 他就回天堂了 回天堂了 当然 后来我们知道 神叫上圣灵来 圣灵与我们同在 这一篇如果我们读 我们读 史律宣的第一章 到第三章 你们发现 看见这群人 就亲眼目睹 耶稣为我们死 为我们复活了 这群人 当他们听见 主吩咐他们说 你们去 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你知道那天 他们就成为 勇敢的群 他们就进入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本来 是他们不敢去的地方 那天他们在 耶路撒冷 开始传扬福音 开始使万民 做主的门徒 他们的信息 其实很简单 我记得有一次 我跟各位分享 他们的信息很简单 弟兄们 其实我们的信息很简单 基督教的信息很简单 就是 门徒跟那些百姓说 你们杀了他 你们杀了耶稣 他死了 但是神叫他 从死里复活 我们敬拜 一个复活的主 我们亲眼看见他复活 我们不是讲假的 所以悔改信耶稣吧 弟兄们 这是我们的信息 就是在这个时刻 在这个时刻 耶稣基督的百姓 耶稣基督的群众 耶稣的教会 耶稣的Egliseia 就诞生了 就诞生了 突然之间 耶稣的运动就开始了 成天上位的人开始 他们在耶路撒冷 开始彼此传说 耶稣从死里复活了 神在我们中间成就了大事 听说你说从那天开始 从那天开始 教会不但被建立 而且教会继续不断地成长 继续不断地成长 继续不断地成长 我再提醒 教会被建立 教会成长 不是因为真理的关系 不是因为真理被发表 真理当然很重要 基本上每一个宗教 基本上都是 宣扬一个真理 一个道理 或者一个教义 对不对 基督教当然有很多 宝贵的真理 没有问题 可是弟兄弟们 我们要记得 我们的信仰 我们这个团体 教会这些群众 是因着一个事件 发生产生的 就是耶稣基督 从死里复活了 我们敬拜一位 复活的真神 所以你知道 他们开始传福音 接续来 结果后来的几年 其实教会发展不错 在耶路撒冷 彼得跟安德利 还有他的门徒 向北方传福音 差不多一百英里的地方 他们要向南方传福音 八十英里的地方 他们向滨海的地方传福音 就是现在我们知道 以色列国 巴勒斯坦那个地方 很多人信耶稣了 很多犹太人都信耶稣了 但是过了一段时间 大概过了两三年之后 就有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发生 什么事情发生 就是教会停止成长 教会停止成长 群众停止成长 可是那不是神的意思 对不对 好 这个时候就有奇妙的事情发生 我再说下面我所跟各位分享的 声音上基本上是 没有写在圣经上了 但是我还觉得蛮重要 那是我的版本 好不好 那是没有违背真理的 听听看就好 好不好 当教会停止 往前停止成长的时候 有一天天父就找耶稣 他的儿子圣子来 圣父找圣子来说 你看看 好像教会停止成长了 你看看 那我们可能需要有些行动 主就说 耶稣说 没错 天父你知道天上一说话 地上就有事发生 对不对 你记不记得创世纪 第一章开始 神说有就有 命令就立 神说有光就有光 神说有空气有空气 神说有水就有水 神说有人就有人 神一说话 事情就会发生 所以那一天 那一天 神对耶稣说 你选的这些人 还都不错 彼得 马太 都不错 但是他们 他们稍微保守了一点 他们看来好像 只想留在耶路撒冷 他们只想留在 他们的社区 他们只想留在 他们的舒适区里面 可是福音需要传到地极 可是福音需要传到 世界各地 要使万民做你的门徒 主说对 没错 然后 事情就发生了 如果我们看圣灵 你知道 逼迫就来到 对不对 耶路撒冷 逼迫就来到 所以停留在 耶路撒冷 舒适区的那些圣徒们 他们怎么样 就分散到各地去 逃难了 所以耶稣的运动就开始 继续往前 又过一段时间 我们的神又找 祂的儿子来说 也许这个时候 你需要找一个好帮手 一个可以替你 开疆辟土的领袖 你看看这个人怎么样 耶稣一看 大树的扫罗 其实我写的时候 我想说 我应该找我们的媒体 同工来演 比较好 要有意思一点 你看多精彩 戏剧组的 耶稣说 怎么可以呢 这个人 他正在毁灭 我们的教会 他逮捕我的儿女 我的门徒 把他们下到监牢里面 残杀他们 强迫他们 说亵渎神的话 他是个恐怖分子 他会毁了我们 所有的事工 可是上帝说 可是我觉得 这个人不错 你应该邀请他 你应该招募他 我们的主 总是顺服 对不对 主说好 主说好 因为如果你读圣经 你读使徒经算 你读到第九章 各位如果你真的 我会鼓励各位 如果你真的 对我们现在有兴趣 你真的想重设 从新设定 你现在更进 你就需要更多 读神的话 好吗 你读完福音书之后 你要读使徒新传 当你读第九章 你就发现 这个奇妙的故事 你就读到扫罗 这个凶手 这个摧毁教会 这个凶手 杀了很多基督的凶手 他在大马上路上 遇见了耶稣 遇见了复活的主 他就有个奇妙的改变 他就成为耶稣的门徒 我们后来称他的时候 使徒 使徒保罗 对不对 这位使徒保罗 甚至于后来 神借着他的手 写了许多的书信 他的书信 渐渐后来被编成 我们现在读的 新约圣经的大部分 都是保罗所写的 如果我们读使徒新传 你就会发现 你会更多认识保罗这个人 你就会发现 使徒保罗 他认识 不太认识我们的主 他认识约翰 使徒约翰 认识使徒彼得 认识使徒雅各 主的弟弟 他也到耶路撒冷国 拜访过圣徒 拜访过教会 但是我们最留意到 彼得是个心里 为福音非常火热的人 他有个负担 他不但要把福音 传给他的 他所爱的 他的骨肉 犹太人 他要把福音 传给外邦人 传给世界上 每一个人 就像耶稣所吩咐的 行动非常火热 彼得到了耶路撒冷 召集了主的门徒 甚至于召集了主的领袖们 教会的领袖们 告诉他们 鼓励他们 耶稣的运动 必须继续往前 神的教会 必须继续不断成长 神的百姓 需要继续不断成长 福音不是只传给犹太人的 福音不是给 在巴勒斯坦这些人听的 福音是 要传给世界上 每一个人听的 神在我们中间 行了大事 这个世界上 每一个人都需要知道 当然 主的门徒们 彼得 安德烈 约翰他们都赞成 对不对 他们都是跟随神 他们知道神的心意 好 保罗就说 好来 来我们来分工 找张地图 世界地图 你们去向 犹太人传福音 其他的部分都交给我 哇 一个为主 开箱辟图的勇士 所以保罗坐上船 他走遍了 地中海 沿岸的每一个港口 每一个城市 在那里有犹太人的会堂 他进去跟犹太人传福音 犹太人聚绝他 他就去向外邦人传福音 他到了 每一个地方 告诉他们福音 告诉神赐下救恩的救主来 保罗用他三十年岁月 到处宣教 他被捕 他被打 他被鞭打 被棍打 被石头打 他遇到各样的危险 他遇到各样的辛苦的事 到处建立神的教会 建立Ecclesia 三十年 保罗在当时的世界 罗马的世界中间 他忠心地服侍神 建立基督的教会 建立基督的教会 第二点 你知道保罗的信息 基本上有没有看 当然很多了 你有没有发现 保罗他没有讲 他没有讲太多 像主讲了很多 什么登山宝训 主很多的宝贵的比喻 保罗的信息 基本上他仍然告诉我们说 神在我们中间 行了大事 神差他的儿子来 为我们死 我们复活 他是我们的救主 他是我们的救主 这是保罗信息 当然后来 过了三十年 保罗在建立了许多的教会 差不多他六十多岁的时候 保罗被捕 他第二次被捕 第一次被捕 他得了释放 第二次被捕 这次是罗马的皇帝尼禄 好像各位都知道 尼禄皇帝 当然这次以保罗心理明白 他在地藏之间到了 他在心中挂念一件事情 那教会怎么办 教会怎么办 当然第二次我们知道 神的教会永远不会失败的 是不是 为什么 因为耶稣把他的教会 建造在盘石上 坚固的盘石上 可是第二次你知道 稍微想 你替保罗想想 在那个时候 在那个时刻 一个我们完全 我们现在无法了解的 像今天年之前 一个无法接触 无法了解 一个时候 一个不正常的世代 一个无法理喻的世代 一个不想人权的一个世界 一个被罗马皇帝 尼禄皇帝 掌控一切 掌控人民生杀生死之权的 一个环境 一个在其中 基督徒不过是 被罗马皇帝 任意用各种酷刑 屠杀的一个世界 在这个世界里面 保罗面临的环境就是这个 有没有想过 保罗也许在监道里面 他也有一点点疑惑 有一点点怀疑 你说不会 保罗有没有大信心 会啊 施洗约翰也会啊 有没有 记得施洗约翰 但是我不说他害怕 我不觉得 保罗害怕 为主殉道 他是有点疑惑 有点担心 我们的主 要建立他的百姓 在这盘石上的预言 会成功吗 保罗心里想 我日夜所思想的这件事情 会是一场空吗 我们到处建立了Eglise 可以在罗马帝国 掌控的逼迫下 可以继续存活吗 其实耶稣的群众 耶稣的百姓 这个运动在这个 充满外邦偶像的 崇拜外邦偶像 那些什么丘比特 宙斯啊 这个在罗马世界里面 可以从罗马城 一直向外扩展吗 你觉得保罗心里 有这种疑惑吗 我们所期待 照着主的吩咐 把福音传给普天下 像是外民做主的门徒 这个异象可以实现吗 我经常想 保罗在监牢里面 他一定听到 他想这个问题 他被关到监牢里面 然后被罗马皇帝 处于死心 他真的怀疑 有可能 我们会成功吗 我们会成功吗 那天当太阳升起 保罗听见 罗马的执行官 走进的脚步声 他打开牢门 带保罗走出牢房 保罗知道是 他在地上 最后一天的早上 各位 下面 我想各位用一点 想象力好不好 你读圣你一定要有 想象力的 就很有意思 你想想看 你想想看 好像一个 在一个情境里面 在一个虚拟实境里面 在一个 好像穿越剧一样 我们一起穿越 两千年 回到跟保罗 同样的时刻 我们正在陪同保罗 从监牢走出来 经过罗马的市区 来到罗马城外的刑场 你可以跟保罗说什么 你可以跟保罗说什么 你可以说保罗 保罗不要灰心 你成功了 你看这个罗马城 罗马城 当我们从保罗 老房经过 走到城外刑场 一定要经过 罗马的城市 那个罗马城 有没有图片 来看看 罗马城 罗马古城 当时非常非常繁华的 现在当然也是这样子 好 他必须经过 这个罗马的古城 你想想看 我们跟保罗一边走 我们是不是可以 鼓励他 保罗 你不要担心 你不要疑惑 我们已经 我们到了未来 我们先回来告诉你 这个城市 你看 这个充满偶像 外邦偶像的城市 有一天 会充满代表 我们救主耶稣的记号 就是我们救主耶稣 基督记号 什么记号 有一天 这个城市的建筑物 许多建筑物的屋顶 都充满了十字架 你看这是现在的 弟兄姐妹 十字架比较小看不见 还有一张 很多的建筑物 他说这个十字架 不是代表罗马人 罗马人定死了 很多人在十字架上 对不对 他说这个十字架 不是代表那些 无数被罗马人定死 在十字架上的 罪犯的那个十字架 这个十字架是提醒世人 那个唯一的十字架 那个定死 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那个在加略山上 拯救我们的十字架 我们可以跟保罗说 保罗保罗 你看那个 你看那个罗马 那个尼洛皇帝 盖了竞技场 帝国有很多竞技场 你知道罗马 版图很大 事实上有人统计过 罗马帝国 在各地建造了 大概超过两百三十个竞技场 竞技场 斗兽 或者斗士在那边斗 那现在仍然还有四个存在 他们现在利用 有些音乐会 什么晚会的 在那个地方 我们都知道 尼洛皇帝 在那个地方残杀基督徒 让野兽进去 撕裂神的儿女们 我们的弟兄姐妹们 或者把他们绑起来 像一个柱子一样 他们头上浇了油 然后点火 像一个蜡烛一样 焚烧他们 尼洛皇帝也把彼得 倒定死在十架上 在竞技场里面 我可以跟保罗说 保罗保罗你看 你看到这些 罗马的竞技场吗 你知道后来有一座 非常伟大又壮观的建筑物 盖在其中一座 竞技场上 为了纪念你的朋友 为了纪念你最好的朋友 彼得 那是一座最美丽 最为大建筑物 圣彼得大教堂 盖在罗马的竞技场上 而且保罗 你知道有一天 有城间上湾的人 都会来到这个城市 全世界很多人 都会来这个城市 但是他们不会问 盖撒雅谷师徒 皇帝没在哪里 他们也不会问 盖撒提比利尤皇帝的 官邸在哪里 世界来到这边的人 都会问 使徒保罗的监牢在哪里 使徒保罗殉道的地方 在哪里 我们可以跟保罗说 保罗你知道 你很难想有一天 很难想有一天 罗马帝国不再存在了 可是世界各地 充满了神的教会 保罗你写的每一封书信 你交通跟你忠心的朋友 期待传给以弗所教会 菲利比教会 加拿大教会 哥林罗教会 铁撒人员教会 罗马教会的那些书信 你知道已经传遍 世界上每一个教会 保罗你知道吗 你的信件 你的教导 已经被翻译 超过一千两百种 语言文字 让全世界的人 都可以诵读 我们可以跟保罗说 保罗你知道有一天 世界上许多国家 许多人 当他们提到 该撒亚古士徒的时候 他们不过 不是诉说他的故事 他们在诉说 另外一件事情 他们在诉说 该撒亚古士徒 这个皇帝的名字 只会成为我们的救主 耶稣基督 降生故事的注脚 各位记得吗 每当圣诞节 我们读福音书 读了基督降生的故事 对不对 路加福音第二章 你开始说 在那些日子 该撒亚古士徒 由止下来 叫天下人民报名上策 人物普查 那时候 耶稣的父亲 地上的父亲 约瑟和玛利亚 他们也从 拿撒勒到 耶路撒亚要报名上策 他们到了伯利恒 玛利亚就生了 他头生的儿子 就是我们的救主 就是我们的救主 教会永远不会失败 弟兄姐妹 可是你能想象这一切 不论能想象这一切吗 你看一位六十几岁的 一位属丁生的仆人 他被带出牢房 经过罗马城 这个城市就是 就是定死我们 主耶稣基督的那个城市 有一天 有一天 这个城市会成为 许多相信耶稣的人 心中一个最重要的城市 你知道 你知道 我讲的是天主教徒 你知道梵蒂冈那边是 每年多少人去朝圣 保罗可以想象吗 这个城市中的竞技场 后来成为敬业那些 为主殉道的男人 女人的荣耀冠冕 这都是保罗无法想象的 但这一切都发生了 这一切都照着 我们主所预言的发生了 那一年 在该撒利亚 菲律比城外 那天主对他的门徒说 我要把我的教会 我的百姓 建造在这个磐石上 阴间的权柄不能生过他 阴间的权柄不能生过他 因为我们现在知道 那教会讲什么 对不对 磐石讲什么 教会讲到我们 神的百姓 磐石讲我们的主 对不对 阴间的权柄 阴间就讲死亡 讲到地狱 讲到坟墓 对不对 你知道阴间的权柄不能生过他 有不同的解释 我都蛮喜欢的 有一种人说 你看小智说 阴间的权柄 阴间的门 阴间的门不能生过教会 表示什么 阴间里面都是死人 对不对 当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时候 我们就是灵魂是死亡的人 可是教会有本事 有能力 攻破那个门 可以把里面的人拯救出来 阴间的门 没有办法挡教会 另外一种解释 我也很喜欢 就是死亡的权势 不能胜过教会 主的死 你我的死 历代圣徒的死 都不能拦阻 神的教会 继续往前 死亡没有办法拦阻我们 死亡没有办法拦阻 神的教会 勇敢往前 为什么 因为神的灵 会充满他的教会 因为那位得到天上 地上所有全民的主 与教会同在 因为教会是 神在这个地上 完成他救赎计划的中心 弟兄姐妹 当我们去把福音 抢给外面听的时候 当我们邀请他们 成为主的门徒的时候 主就与我们同在 对不对 就会胜过地狱的权势 好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再彼此提醒好不好 如果你想再重新设定 你信仰的根基 你要留意两件事情 当然有很多真理 是很重要的 你可以思想很多的真理 很多信仰的体系 没有问题 可是有两件事 一定要注意 第一个就是 我这段时间跟各位说的 这一群人 在耶路撒冷告诉别人 说我们看见一位 复活的救主 基督复活了 基督复活了 第二 因此一代又一代 基督的教会 耶稣的百姓 耶稣的子民 继续不断地成长 继续不断地成长 继续不断地扩张 继续不断地扩张 完全照着主所预言的 祂所说的一切都应验了 一直都要再来 而且最棒的是什么 在座每一位 今天在座每一位 都被邀请加入 神在这个世界中间的行动 就是借着加入教会 参与在神伟大的救赎计划当中 因为是神对这个世界的旨意 借着教会的热情 借着你我的热情 借着我们的信息 借着教会的信息 借着教会与我们周围的人的连结 完成神救赎世人的计划 我当然知道教会很不完全 对不对 因为你我都不完全 教会做的每天 不是每天都做的对了 事实上在教会历史里面 我们看见很多 我们也觉得很遗憾 甚至很羞愧的事 你都教会历史你知道吗 像十字军东征很有名 对不对 十字军东征 其实十字军东征 是一个政治事件 十字军东征杀了无数的异教徒 那是不对 那不是神的心意 而且你知道吗 马丁路德 我们大家听到马丁路德 改教者都很推出马丁路德 对不对 可是你知道吗 当马丁路德改教之后 有另外一些弟兄姐妹 他们发现了其他的亮光 比方说 他们反对因而受洗 因而受洗 它没有意义 等他长大以后 再受洗 那才有意思 对不对 可是马丁路德 因为他有天教教师的背景 不可以 所以马丁路德 杀了很多所谓 承洗派的基督徒 你知道吗 因为我们觉得 这么敬全神的仆人 杀了很多基督徒 但是尽管我们犯过很多的错误 听估计没 教会仍然是影响 世界最后力量的 一个团体 是世人唯一的盼望 是我们所爱 家人朋友们 他们唯一的盼望 所以教会 继续不断的成长 继续不断的成长 不是因为我们很棒 不是因为我们很聪明 那是因为 耶稣曾说过 我要建造我的教会 没有任何的东西 可以拦住他 而各位你也被邀请 加入 主在这个世界 奇妙作业的行列里面 所以我希望各位要 留意好不好 甚至也许 我们下集小组的时候 各位可以讨论 那你的下一步是什么 你可以做什么 你可以做什么 也许在我们当中 有朋友们 我们所爱的家人朋友们 你还没有信主 那我会鼓励 你可以再继续不断来 甚至加入我们的小组 加入我们的教会 来听更多听关于主的事 有一天你可以接受 如果你相信 你可以接受这个救恩 对不对 那如果有些弟兄姐妹 你已经在我们当中 接受救恩 你下一步可能是要受洗 加入教会 你知道当你加入教会 当你受洗加入教会的时候 你就成为永生神 家中的一份子 你的信心 你生命就会成长 有的人下一步可能是 可能是 你要加入福士 你要加入福士 听众里面 当你加入福士的时候 你就成为历史历代以来 神在 神永恒计划 救助计划中的一份子 有的人下一步可能 你需要更多的奉献 时间 精神 金钱的奉献 听众里面 当你奉献 你就是把你的 你这些奉献在永恒里面 你会得到永恒的祝福的 是 当你奉献的时候 你就加入神 那个救赎的计划里面 有一些人 有些人 我希望 可能在我们当中 特别是年轻人 你的下一步可能比 上面我所说的 更大一步 也许有人在我们当中 神 你再来跟神摔脚 像我当年一样 对不对 因为神呼召 要你奉下所有的 来跟随他来扶持他 奉献你的医生 来扶持神 我意思是说 是一个全时间 扶持神的人 放下你世上的工作 全心全意 来扶持神 就像我当年一样 这些人如果有 我可以告诉你 你的生命还有什么比 把自己完全奉献给神 一生服侍他 更有意义 在地上 也许你可以很有名 你可以赚很多钱 你可以达成你的梦想 但是有什么 比把你全时间 你的医生奉献给神 更有永恒价值的事呢 有什么比你摆上 你的医生全生命 和神的教会中的 弟兄姐妹 一起来扶持人 来扶持神 来拯救世上灵魂的事 你知道教会是 世人唯一的盼望吗 因为教会 具体的可以表现出 一个人生命可以改变 教会可以改变这个世界 教会可以带来 世界带来盼望 弟兄姐妹你知道 我很快说 我们的信息 我们所用的信息 可以解决人 真实的三个问题 我很快讲 第一个就是罪的问题 最根本的问题 对不对 第二个就是 忧伤的问题 我们地上的生活 你可以解决人 忧伤的问题 第三 你可以解决人 死亡的问题 人最怕死了 你可以解决 我们的信息 可以解决 死亡的问题 而我们每个人 都被邀请参加 天父借着 他的独生儿子 耶稣 把这个消息 把这个信息 传给世界上 每个人的计划 你也被邀请 我们都被邀请 成为基督的跟随者 所以我鼓励各位 在那种每一位 你要跨出更大的一步 接着加入教会 跟弟兄弟们 一起完成 成神的旨意 解决世人的问题 那一天 那一天 正好像耶稣在 该撒利亚 菲律比城外的预言 他说 我把我的教会 建造在这盘石上 你知道这个信息 不久传遍耶路撒冷 后来使徒们 称徒们 把这个信息 传遍了罗马帝国 一直到今天 今天我们也同样 有这个信息 听到我们的信息 我们传这个信息 它不只是我们的责任 你不要把它看成一个责任 这是一个 我们与天父同工的 一个机会 你一定要凑合这个机会 你可以给你这位 创造一座万无真实的 与他完成 救赎世人的 计划的同工 多么荣耀的事 不管你的下一步是什么 跨出那一步 永远不会后悔 这一步会成为你 重新设定你 信仰根基重要的一步 这一步会成为你发现 神在你生命中 要成就什么事情的第一步 这一步要成为 你发现神要你在 他救赎世界计划中 扮演什么角色的第一步 一定要明白 不管你考虑什么 请各位注意 不管怎么样 教会真的造了 这种预言的 所应许的成就了 而他现在继续被他邀请 邀请 每一个男人 每一个女人 包括在座每一位 成为他预言的一部分 成为他解决世人问题的一部分 所以你又来 他们都投入好不好 都投入好不好 好 我信息今天停到这个地方 可是还没有结束 还没有结束 好 下面一段时间 我跟各位分享 你现在可以做的那一步是什么 我问各位一个问题 各位一个问题 你知道今天一年 我们觉得我们看见 我们更多看见 主给我们的托付 主把教会建在盘子上 然后他吩咐我们传福音 给外面听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 我们跟上主的脚步 我们就开始 用各样的方式 把福音传给更多的人知道 所以教会开始了网络 媒体的事工有网络 我自己觉得网络 真的是神在这个末后世代 神赐下这个工具 可以把福音传到地级 传到世界上每一个角落 所以我们也开始了 福音施工 媒体施工 我们有 各位应该留意到 我们有YouTube 什么的 FB什么的 对不对 那都是要为了传福音的 可是各位知道 在其中我们有一个施工 叫做灵修时刻吗 不知道的人请举手 知道教会有一个 灵修时刻的请举手 都知道吗 没关系 我不看 你有看灵修时刻的请举手 你有传灵修时刻的请举手 越来越少 好 今天我就要跟各位说 各位你知道 两年以前 我们就有一个想法 我们祷告 我们就有足够我们的一个提醒 当然各位知道 师母她有这样的恩赐 对不对 所以我就鼓励她说 我们可以做一个 这样的一个节目 不是节目 一个事工吧 我们是非常看重 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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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可以跟各位报告 真的带来非常 超过我们想想的一个果效 接着网路 当然师母她很认真 我常常在看到她 不管在家里 叫我她预备 要祷告 预备信息 预备内容 预备诗歌 而且 我是觉得 不是因为她是我太太 真的有恩赐 你知道她每次录 她是意思就是一口记录 不像有些要剪接 什么的 没有 就一口记录 就圣灵带领一下 一口记录 偶尔有时候 咳嗽什么 那停 那重厌录一下 就是一直下来的 我觉得那真的很棒 知道我觉得很棒 没有什么经过剪辑的什么的 那确实 我们大概差不多快两年 带来的果效 因为这个界的网路 是传到全世界 全世界 各地 全是各地 确实 主借这个事工 租了很多人 我有个心里 有个想法 我自己觉得 从主来的想法 我们为什么这样做 主不是告诉我们说 我们要把福音 传到地极 对不对 但是我们怎么到地极呢 我们都在台湾文山区 有几个愿意去 为主去非洲的 大概 如果就是我们全部去 也不过 他这么几百人而已 对不对 但是怎么样 可以把福音传到地极 在我们这一块 我们可以怎么做 我说觉得网路 真的是太棒了 我真的觉得是神的作为 好不好 那当然我要教 请弟兄姐妹 一定要为主事祷告 我们一起 把福音传到地极 吸引万人来归向神 好不好 下面 再用个一点时间 那就是 为什么我今天这样讲 我希望在座弟兄姐妹 不能教会借着网路可以传 你也可以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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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给你的家人 你的朋友 你的同学 你的同事 对不对 在职场 在你的办公室 你可以借着他们 你可以建立教会 这对我们一起起来 近处的 你的家人 朋友 同事 远处的 你国外家人 朋友 同事 鼓励他们 建立教会 好不好 所以你要做 因为对他们是个祝福 不但对他们自己是祝福 他们也应该成为 分享成祝福的人 下面我请三位姐妹们 他们来分享 很短短的 他们分享 他们从林乌四个 得到什么大的帮助 好不好 我请 红林来了吗 红林来 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 我是红林 我在前一段时间的时候 我在工作上 遇到了很大的压力 然后生活上 也觉得很多 繁重的事情 所以这一些的压力 对我来说 那时候就像 就是一个个巨人的 哥利亚一样 就是对我环伺 在当中 所以让我觉得 非常的无力 而且非常的疲惫不堪 然后让我觉得 没办法抵挡这一切 就是我就打开 我的Facebook 然后就看到 刚好那时候的主题 就叫做 灵修时刻主题 叫做 被困境围绕时 然后那时候那段文字 就觉得写得非常真实 它就写到说 当你孤立无援 然后四面楚歌的时候 就是神就是你唯一的盼望 那时候就觉得说 这是跟我那时候的处境 真的是非常贴近 所以那我就觉得说 这个神的这个祝福 跟这样的盼望 对我来说 就像一个救命的父母一样 就把我从那个深渊当中 就让我有盼望 可以拉起来 那我觉得就开始 我就开始不断的固定 去follow那个 灵修时刻的 每个周的更新 那这当中 就看到神一次一次的 非常真实的跟我讲话 就好比有一次我就 有阵子我就是对我的工作 还有生活就很常 很多一直不断的改变 然后一直不断的大翻转 跟大逆转 就在一团混乱当中 然后我常内心中 就很常对神 很崩溃的呐喊说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然后这时候我就打开 我灵修时刻的时候 那个主题就非常真实 就叫做 怎么会这样 我就看到神 就非常真实的跟我讲话 我就说 原来就是神 原来他一直都是在我的身边 告诉我说 他一直都是不离不弃 那这当中 我觉得灵修时刻 也透过每周的分享 一直不断的在锻炼我的品格 告诉我许多不足 跟需要改进的部分 让我在当中去做改进 那当我去一直不断这样做的时候 我看到事情开始发生的转机 我看到在很多的风暴 或者是一些浪童当中 我看到神就是不断的在保护我 而且使我开始越来越好 而且越来越渐入家境 所以我觉得说 在生活当中这些压力 这些格力亚 其实只是会增加 其实并不会减少 更不会消失 环境对我来说也是一样的 其实并不会改变 但是在我内心当中 我觉得我开始改变了 我觉得我好像开始 就像那个大卫一样 我相信我有手中 那个小石子 可以击败那些巨大的格力亚一样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对我来说 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个感受 因为我会觉得我自己 比以往更加的渺小 更加的弱小 而且软弱 而且非常的脆弱 我开始知道 我更多的不完美跟不完全 但是因为我知道 那个神是那亘古比不变的神 所以让我开始 比以前更加的还要刚强 而且坚定 还有勇敢去面对那些的困难 我觉得在世上万物 大家都没有人敢跟你承诺说 有什么事情是永远不会变的 但当神一直不断跟我讲说 他的信实是更古 而且永不改变的时候 对我来说 永远这个词就是一个非常美丽 而且坚定的一个约定 我分享到这里结束 谢谢大家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然后我今天要分享 两个灵修时刻的见证 一个是关于我的 一个关于是我朋友的 那我前阵子搬家 然后是因为家庭因素的关系 我自己在外面租了一个小套房 那有搬过家的人应该都知道搬家很麻烦 光找房子就要花很多行李 然后再来是 已经确定房子之后的入住 都要做一些打扫啊 整理跟布置 那我租的房子它物领比较高 所以难免就很多虫啊什么的 然后我本身就很怕这些东西 因为我很爱干净 然后我就花了一整个礼拜的时间 每天回家都是打扫 然后再打扫 就消毒各种消毒连续一个礼拜 就其实已经是很干净的程度了 可是因为这些动作让我很习惯 然后回家每天就会注意地上有没有虫 但是我就花很多时间在蹲在地板上看蚂蚁 就回家下班之后就是蹲地板看蚂蚁 我一次可以看一三个小时以上 可是就地板就没有蚂蚁了 可是我就是忍不住的一直去看它 然后我自己也知道这样的行为很奇怪 然后可是我就是停不下来 会一直在去做这种动作 那我就去问我的心理医师 我什么会这样 他建议我去看精神科 那我就去找了精神科的医生 然后问他说那这样怎么处理 他就给我开了一种强迫症的药 他说吃了这个的副作用就是 会晚上睡不着 但是可以避免我一直在地板上 继续看有没有蚂蚁 那我就回家就吃了这个药 那果然我回家晚上就睡不着 然后睡不着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就会就一直看着天花板 然后不知道自己在干嘛 然后我这时候就想到教会那时候 刚出了灵修时刻 然后听说一听就会睡着 那我就把它打开来 就按下去 那我看就是想试试看到底 是不是一听就会睡着了 然后师母的前奏就下了 就几个音下了我就睡着了 所以我也没有听完 那到底是什么东西 我就睡着了 然后我就改善了我的 有副作用这个情况 那我的房子也慢慢地布置完 我就会开始邀请朋友来我家玩 那我就有一次就带了一个朋友来我家玩 然后他就在我家过夜 然后他就说他睡不着 那我就想到 诶 灵修时刻一定可以睡得着 可是我没有告诉他那是灵修时刻 我就跟他说 哦 这个听了一定会睡着 我用过很好用 然后我就放在他的床头 就开YouTube 然后放在他的床头 然后我自己就睡着了 然后他 我也不知道他后来过得怎么样 因为我后来也没有问他有没有睡着 然后过了几个月之后 他就跟我说那天晚上发生了什么事 他就说 因为他我家住边间 他很怕鬼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边间会有鬼 反正他就说边间很可怕 然后他很紧张 然后他本身又看得到一些有的没的东西 所以他在我家都完全睡不着 然后就会一直很紧张 然后他就说又看到我睡着了 他就更紧张了 然后不知道怎么办 这时候 那个他就说他看到 大天使麦克 应该就是米加勒 他说他从外面飘进来 然后有三公尺这么高 然后他就很大只 然后就坐在他旁边 然后打开了他的翅膀 然后盖住我们两个 就像盖棉被那样 然后他就睡着了 然后我就很后悔 为什么我那么早睡着 所以就是大家可以多多使用领袖时刻 有机会可以看到天使 谢谢大家 因为那个女孩子她同学玩了塔楼牌 我会见一个不要玩 它里面有个天使叫麦克 就是圣经里面的米加勒 OK 好 你听不一定会看到天使啦 可是他可以帮助你睡觉 好吗 如果你失眠的话可以试试看 请传慧 大家好 我是传慧 刚刚洪林和欣雅 都分享了很宝贵的见证 洪林她是说她用领袖时刻 然后得到很多帮助 在职场上给她很多的鼓励 那欣雅她就是帮助她失眠的问题 而且她的朋友还看见了异象 我觉得都实在是非常的特别 但是我今天主要是要跟大家分享说 我们要怎么去看待灵修时刻 这个影片跟这样子的一个宣传 如果我们把现在想成是一个 业务的训练课程的话 那我们教会这个公司 其实她就是要推广 灵修时刻这个产品 那我们要介绍的终极的对象 就是我们的神 我们要让大家可以听见福音 要让大家可以相信 相信我们的这个信仰 那关于灵修时刻的内容 我今天不会特别多说 可是你可以看到 灵修时刻它的主题 就是非常贴近人性 非常贴近每个人的日常生活 例如说你要战胜忌妒啊 你要怎么走过失望啊 你要不要用别人的错误 惩罚你自己 或者是如何在众人中脱颖而出 其实这个都是非常非常平易近人的主题 好 那就非常建议弟兄姐妹回家 可以去多了解灵修时刻这样子的影片 好 那再来我们要来讲说 那我们要推广灵修时刻 因为牧师刚刚说我们可以做什么 我们要推广一个东西的时候 我们要想我们的TA是什么 它就是所谓锁定目标受众 target audience 那是谁呢 那我现在就举两个例子 假设有一个人 你知道他平常就是会看一些福音小短片 好 这是A 那另外一个B 他每天都在分享星座运势的影片 那你觉得谁是你的TA 可能会觉得A嘛 A是你的TA 因为你觉得他可能已经有点兴趣了 所以我要再更进一步 可是其实不 A你可以把它当成 他已经是实际上的听众 因为他已经有在接触福音 所以你当然可以传灵修时刻给他 他也会得到一些帮助 但其实我们的目标锁定观众应该是B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我自己认为 在现在这个世代还有师母做这个影片 其实灵修时刻这样子的内容 跟星座运势这样子的影片的目标受众 其实相当重叠的 为什么 因为星座运势他不是常会讲说 比如说狮子座 你可能很常表现你自己 是因为你可能怕别人看见你不好的地方 那你仔细去想想看 不是每个人都这样吗 那他可能说处女座你有点完美主义 但其实是你想要表现最好的自己的一面 但你想想不是每个人都这样吗 可是其实星座运势他就是这样 他去描述了一些人性 描述了一些人他生活中会碰到的问题 但是他就可以抓住人们的心 那灵修时刻跟星座运势有哪里不同 他除了去描述你可能会碰到的问题 他还告诉你你的解方式是耶稣 不是我们的主 所以其实他才是可以真正去帮助别人的生命 得到改变 我们的神才是最好的神 他并不是只是一个 很像是一个心灵的慰藉或者是什么 其实他是很真实的 可以传递福音 可以把真理 借由网路 用很低的成本传给每一个人 所以这就是我今天跟大家分享 谢谢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